天成饭店集团 花东地区卓越五星与五星观光旅馆竞争分析 本集影片首先分析比较 瑞穗天河、远雄月来、美伦、太鲁阁精英、花莲汉品、资本老爷等花东地区 五星观光旅馆之营收、住房率 探究卓越五星在定价上是否能有更多的筹码 接着将分析天成饭店集团、事业版图与集团持股架构 花东地区五星观光旅馆竞争分析 一、星级旅馆评件作业要点 所谓卓越五星级旅馆细致 旅馆提供旅客之服务以超越五星级旅馆达卓越之水准 由交通部观光局台湾旅数网资料 可知于2022年7月13日之10点 花莲台东地区共有279家旅馆 其中10家为观光旅馆 观光旅馆中6家为五星级旅馆 在此我们把2011年取得五星级认证之纳陆湾大酒店 与加盟万豪品牌之桂田喜来登 也纳陆比较 以这八家进行分析 从所提供之房间数来看 美轮 美轮 远雄月来 纳陆湾 与桂田喜来登房间数较多 若从核准登记营业日期来看 桂田喜来登 与瑞穗天河 是较晚才开业的旅馆 前身是花莲中性大饭店之花莲和品酒店 则最早开业 从饭店业主所属集团来看 这些业主均不只经营一家旅馆 接着 我们以观光局资料来看 这些旅馆之营收与住房率概况 为了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以2019年作为比较基准 2019年疫情前 花东地区营收最高之五星级观光旅馆 是泰鲁阁精英 年营业额有4.46亿元 紧接载后 是纳陆湾 瑞穗天河 远雄月来 年营收也都在4亿元以上 若将这些旅馆之营收拆解为 餐饮营收 房租营收 其他营收 可发现餐饮营收彼此差异不大 纳陆湾 远雄月来 桂田喜来登 等房间数多者 餐饮营收略高些 营收差异主要来自房租营收 导音于每晚平均房价 地理位置绝佳之泰鲁阁精英 平均房价最高 但瑞穗天河不遑多浪 不过 2020年中瑞穗天河获得 卓越五星评鉴后 2021年平均房价大幅超越 泰鲁阁精英 当然 受惠疫情 花冬类出国需求增 这八家旅馆2021年平均房价 均较2019年增加 这点 我们待会继续补充说明 实际到瑞穗天河官网预定 2022年8月27星期六 两大两小一晚 可发现客单价高达19500元 当然 卓越五星这价格无可厚非 从住用率来看 平均房价相对低支每轮 花莲汉品 住用率相对高 但地理位置特殊之泰鲁阁精英 与之本老爷 也有着较高之住用率 受疫情影响 2021年除较新知 瑞穗天河 与桂田喜莱登 住用率是上升外 与住用率都是下降的 但也因旅客更集中 与解封后之旺日 造成平均房价是上升的 若我们把时间拉长 分析近九年 这八家旅馆之营收概况 可发现 不论是瑞穗天河 太鲁鲁阁精英 资本老爷 远雄月来 桂田喜莱登 或纳入湾 2020年都是营运高点 主系疫情期间不能出国 花冬类出国需求增加所致 更因此让远雄月来 转亏为盈 资本老爷获利也大幅增加 相较而言 花莲汉品 与美轮 疫情期间营收则是持续下滑的 主系疫情期间限制陆客 及国际观光客来台 造成陆客比重较高之美轮大饭店受创较深 天成饭店集团事业版图与持股架构 透过Google查询 进入天成饭店集团官网可知 天成饭店集团 目前有9家品牌饭店 分顶级奢华 城市经典 客制设计 特色精选 与跨界精品5个系列 据《工商时报》报导 天成风格 乐节 预计2024年中开幕 筹备中的旅馆上有 天成文旅 小琉球 据官网资料 天成饭店集团接受 业主委托展开旅馆筹设 也开放品牌加盟与经营管理 因此向是惠日文旅 业主是王秋华 公司非属天成饭店集团成员 透过经济部商业司公司资料查询 可找出天成饭店集团之上层股东 天和国际投资 进一步把天成饭店集团之主要成员都找出 接着在以最上层股东之自然人股东为线索可找出集团所有成员 设立于1965年之天成饭店 是集团核心公司 台北花园大酒店 月华大酒店 与瑞税天和等都是独立公司 集团目前主系由天成开发 负责心旅馆之筹设与营运管理 天成文旅 风潮 华山丁 目前为天成开发旗下之分公司 月华大酒店未来将纳入天成开发管理体系 顾兴社龙潭分公司 至于天成文旅 回行旅 为风甲分公司 已结束营业 目前由富盛商旅接手经营 男后平时 天成文旅 偶尾 便宇春 市民